十一前夜 香港網民發起活動 從尖殺嘴到港鐵太子站組成人鏈 呼籲調查831太子站警察暴力襲擊事件的真相 很多香港市民週一晚上6點多就已經趕到活動地點 從尖殺嘴中樓開始鑄起人鏈 過程中人們不斷高呼 五大訴求屈一不可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 很多市民手中拿著象徵港人抗爭的青蛙玩偶佩佩 共同組成人鏈 人鏈綿延大約4公里 最終抵達港鐵太子站 8月31日 港警蘇龍小隊衝進港鐵太子站月臺 暴力殴打包括非示威者在內的市民 並抓捕多人 隨後傳出有市民被警方打死的消息 但警方既不承認 也不調查 原來 從抵抗香港政樓的控制性 阔和抗法 包括法制度的 CH4 法律 本身就認識 是實際上的法律 法律 本身就認識 現在雷剛正都能夠 保護香港、法律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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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噤或違衛法 法律 法律 所以我認為這次必須是重要的話 來表明香港政府和北京 我們不怕 當天晚間 除了派配新興和擬託人鏈活動 以及太子站的全民祈禱會外 天水圍、中環碼頭和尖沙嘴碼頭等 也分別舉行不同形式的抗議活動 而此前一天 香港警方與抗議民眾 發生了嚴重的暴力衝突 不少市民和記者在警方濫用武力之下受傷 約150人被捕 與此同時 警方和親共媒體還分別放出消息 稱很快會發生更嚴重的暴力事件 被認為是港府和中共可能會通過製造暴力事件 來嫁禍示威民眾 以進一步升級鎮壓 新唐人記者 喬安 綜合報導